高雄气暴意外死伤的人数一直在攀升 高雄市环保局公布的资料 气暴当天只有李长荣化工送料 而且华韵仓储在当晚的九点多 还送了22吨的饼漆 不过李长荣却只有收到19吨 李长荣早就知道自己的饼漆外泄 不过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处置通报 还持续的送料 只指这个气暴的元凶就是李长荣化工 高雄气暴造成多人死伤 究竟罪魁祸首是谁各界都在追 雄简调阅卷宗锁定了在前镇临雅区的所有地下管线 并且查扣了包括李长荣化工在内的五家公司管线图 二号下午更是缤纷八路到气暴现场进行刊业 伤亡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找出真凶更是当务之急 高雄市府承受莫大压力 调出资料将矛头指向李长荣化工 回顾气暴当晚晚间八点四十九分 就已经出现异常状况 虽然在九点四十分到十点十分压力测试正常 二度送料 却又在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再度异常关闭阀门 没想到才过十几分钟就发生了气暴意外 相关单位能够厘清 是瓦斯泄漏 还是丙溪泄漏 还是 其他的工程的物挖 异常意外夺走多条人命 毁了多少家庭 现在只能期盼真相大白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记住瓜林松的位 许兆伟 高雄报道